给你们分享一个不可以分享的技术 一般大力化我们是签了板权 是不允许签查 大力化如果只有一个杆子 可修剪处达定 一般说来是长到土面 40公分进行修剪 它修剪之后将会由分支变多 这也是全空心的 所以请注意 修剪一定要在稳定的气候条件下进行 而且要在杆子比较细的情况下进行 比较矮的情况下进行 修剪以后要避雨避雨避雨 避雨不然的话 雨水会淋到这个空性的部分就会烂掉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个不可以分享的技术 这个就是擦桥 一般大力化我们是签了板权 是不允许签查的 一个大花盆靠着这个边边擦 不要擦到中间容易烂 姊妹给它打个洞 把这根杆子埋进去 它整根在这里找 我浇一个透水 要放在湿度很大的位置 你看我这里感受一下大环境 有些南面 我这一面是西面 现在太阳还没有照过来 傍晚照过来是照不过来的 因为这里有个房子 然后我将把大力化 扦插的苗苗放进这里 这里有个绿里 这个湿度就是自然湿度 大力化我收到的种求 是一个求发一芽重要吗 还是发三芽重要 总体说的就不重要 但凡发芽就很棒 好看来吧 好看来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